他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能与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一点实践经历吧 然后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NBD企业实践的一个经验小节 具体来讲其实也就是在一家企业里面对NBD在三个不同部门做了三次试非 有一些全功和失败的各方面的经验,然后与大家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也想不过多的介绍我自己了 因为刚才沈梅已经做了介绍,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大家看好吗 然后我刚刚就在刚刚才又给我的PPT增加了这样一页 这样一页其实主要就是讲第一个我想把整个演讲内容大概分成四块 当然少了一块就是大家最后的Q&A的环节 就是我们大家open discussion的环节 然后这四个环节分别是第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从教科书上 所经常能听到看到NBD所能带来的各种各样的benefit 就是其一 然后我们真正是非的时候实践 是非实践的背景 我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但是这块内容我只能讲不能写 因为涉及到具体的企业 不方便去提及 所以大家能理解 只能讲给大家听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在我们在三次NBD是非中真真切切实实 遇到的各种问题 以及我对它的一些思考 可能能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当然我实际上三次呢 只有中间一次相对而言算是比较成功 前一次和第三次都是失败的 然后最后一点呢 是基于是非对NBD价值链的一点理解 那么在讲具体的内容之前 差不多我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梗概性的介绍 接下来我就进入具体的内容了 因那个燃总的要求 就是说可能考虑到大家可能并不是水平一样的 都是对NBD有经验的 所以 所以呢就增加了几页PPT 对NBD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是第一页PPT啊 第一页介绍具体内容的PPT 第一个NBD本身的话 我相信这儿绝大多数人都知道 它是我们Model Based Definition的一个缩写 然后呢 这是一种应用3D CAD 信息来描述产品的规则的一种方法 啊一种方法 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张PPT 右下角的这幅图 这幅图的话就提到了NBD以及NBD的具体的应用场景 它可以应用在设计制造 简验加工 仿真 规档以及数字出版物等多个方面 当然我自己这里可能会重点讲一下几个 一个是NBD用用于设计 NBD用于加工 制造 以及NBD用于检验 这三个角度 因为这张角度我相对在三次试飞中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 然后这些是它所应用的领域的一张图 对照这张图的话我们看NBD会有一些错量的词汇 就是分别是最常见的NBD NBD呢 目前比较普遍的认为是叫Model Based Enterprise 当然也有另一种说法 用可它是Model Based Engineering 基于模型的工程或者基于模型的企业 但是其实看了这个具体 场景具体理解 第二个拓展词汇就是一个MDM Model Based Manufacturing 基本上就是基于NBD的模型去做制造生产加工 这个词语的应用呢 基本上在基加行业是特别广泛的 就是一个完善的零件 它在有全部的3D PMI信息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可以有效的利用 它跟数控加工的一些关联关系 来做很多基于模型的制造加工 然后NBS的话是Model Based Service 基于模型的服务 这基本上是讲到了产品的服务市场这一块 MBSE Model Based System Engineering 就是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当然这个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我自己的理解是它比MBE MBE又不一样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 基本上是把系统工程的理论 和模型套用在制造行业 而且MBSE的话可能远不止 仅仅能用于我们机械行业 甚至它能用于电子啊电器啊各个行业 这是一个简单的对于MBD的一个内容的背景介绍 下面一页呢继续是对于MBD做它的历史做了一个简单的阐述吧 MBD呢实际上是一种以模型为产品的定义基准 这个刚才我们在第一张PPD也讲了 但是我们要看它是一种转型变革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过去的历史上 我们是以图纸以文档 以工程变更这种性质来定义产品的 但是现在呢我们转向的是什么 是以3D的CAD模型来定义产品 这是一种变革 然后呢它的最标志性的特点呢 就是转向基于3D模型的PMI标注 当然MBD不仅仅是3DPMI标注 它很大的一块是PMI标注而已 而我们的历史上呢 基本上是基于GDT的标注 Geometry Dimension and Tolerance 集合尺寸和行为公差的一种标注装饰 MBD的历史呢 基本上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时候 2003年美国机械工业工程协会吧 ASME America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它推出了第一版它的标准 Y14.41-2003的标准 定义了这个3DCAD的一个模型数据 PMI数据的一个标准 到了12年的时候呢 它对它进行了一个改版升级 就是定义了更多的内容进去 然后呢 这时候呢 IOS的标准呢 也有一个它相匹配的对应的 我已经列在后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然后在2013年呢 美国军方又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定义了一个更清晰的行业性的标准 MIRSTD 3100这个标准 它被呢 美国军方引用为所有的这种 产品设计的technic data package 技术数据的包中的内容 好 在这张PPT的右侧呢 我摆了两幅图 这两幅图都是网图了 直接抓来的 一张呢 是上面的这一张呢 是一个3D PDF 它是展示了就是我们 MBD模型的一个展示形式 用3D PDF形式来展示 然后呢 很多企业基本上在谈到MBD的时候 都必然会谈3D PDF这样一个viewable 到后面我们也会讲 我对这个viewable的一些认识啊 它到底值或者是不值的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这张呢 是一个在SolarWorks里面 用MBD模块去轻件的一个模型 当然这里的话 我想跟大家强调的一个呢 就是你们看到最显眼的地方 PMI全部标注上去的 另外可能有两点 我想大家能提醒稍微注意一点 就是第一个 在这个左侧的那个结构树下 有一堆的树 它标出一些基准树 以及dimension的树 以及一些平面度啊 这些东西 还有位置基准的position的这些东西 这些的话实际上 它跟普通的你在模型上标的PMI 不一样地还在哪呢 就是这些东西它是明义尺寸的 所有的semantic dimension semantic tolerance就是这东西啊 嗯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右侧 右侧就是note 基本上我们在那个 原来的两地drawing中 会有很多的note 就是我们的什么柱啊 这些东西 国产国标图子的柱这些东西啊 在3D PDF里面 它可能有一些PMI 或者各种图形 还是没法描述的 还是用note这种形式来描述 所以这两点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整个一个NBD的 刚才讲的NBD的那个定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整个NBD呢 在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阻力 当然在讲这个NBD中 在实施中可能遇到阻力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个图片 图片是这张PP的左下角 左下角基本上这张图片呢 是囊括了整个我们CAD的一个发展历史 2D的Drawling手工工会图 2D的CAD AutoCAD 之类的 到我们的3D的CAD建模 到我们的Digital mockup 数字化样机 这个数字化样机 和NBNB 这样一个转变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或者说这张图的话 其实我只需要给大家看的是DMU和NB 这两个 从Digital mockup 转向Model Based Enterprise 它中间的最大的一个特点的变革是什么 Digital mockup 我们只是以CAD作为一样 数字样机模型 而Model Based Enterprise 我们以各这个模型作为企业的主数据来看了 它的差别呢就可以看了 有没有扔掉这个两地的这个Drawling 两地的Drawling 就是这个蓝色 图下的蓝色这块部分 那么好看完了这张图以后 大家其实也知道 从2000年到2011年的这个变化 那么在NBD真正实施中呢 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我这里有一张截图 就是这一张图的上面部分的白字的 白底黑字的内容啊 这张截图呢 是通用电器 Power部门在实施他们的NBD中 所遇到的 问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们提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采纳NBD的时候 就是对于现有的CAD 新的CAD数据是很容易处理的 但是对于老的过往的 已经有两地图纸的CAD 你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是其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NBD的数据是不是可靠 能不能被下游的产业重用 所以下游产业可能就是包含制造啊 制减啊这些重用 然后呢这些整个呢 它是一个大的问题呢 它就总结之后 我细分析了下面 1234567个问题 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这些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这些 周围的checking function是怎样被替代的 就原来我们两地图这种检查的功能 该如何在NBD中进行替代 第二个呢就是 这些两地的历史图纸我该怎么处理啊 第三个呢就是 在没有图纸的red line 这red line一般指什么呢 嗯 我们经常在过去的时候 图纸上会有一个 左上角或者是左下角 会有一个标注工程变更的 记录的document的历史 但是现在你换到3D的CAD模型中 你对模型进行了变更以后 这种工程变更的历史你怎么记录 这是他们也问的一个问题 这种工程变更会怎么记录 然后呢还有所有的轻量化的 可视化的这种模型呢 怎么样保证它是完善的 而且是正确的 然后呢再就是NBD模型 如何是在跨CAD的格式中 进行成功的转换 嗯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可以中性的 就是CAD数据格式 比如说STP啊或者是那个IGS啊 或者是啊行业新闻子的标准GAT啊 这种来作为一个标准的中性转换的一个 translation啊 当然这个问题后期我也会给大家一个回答 我的经验是没有啊 可以先告诉大家 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后面可能的两种方案之一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CAD的版本 或CAD平台变成变换 或者CAD版本升级的时候 会有哪些风险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我们打包 加速的一个策略会受到哪些影响 当然其实最后一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坦白说我也没理解是什么问题 但是前面的六个问题 我基本上我在我的实施中也都遇到过 所以我自己总结了以后呢 其实在NBD实施中呢 你可能遇到的问题包含两类两个大类 一类是非技术的 一类是技术的 非技术类的呢 主要是第一个呢 最简单NBD实施过程中 一般都以项目形式来实施的 项目经费是有限的 摆在那 你不可能让你无止盈的花下去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一些历史数据呢 你该怎样去重用 比如说现在有的那些数据 重用问题怎么解决 你是完全抛弃了 如果在一个全新的产品上去做NBD 相对简单 但是有一些产品呢 它有一些历史数据在那 但它可能把它的其中一个部件 拿出来做NBD的试运行啊 或者说我们我称之为是非 你该怎么办 第三个呢 既然是NBD的话 我们要把Drawling给剔除掉 必定的话 涉及到一个设计流程的并根 原来的可能我们的工程师都在两地Drawling上 去标注图纸啊 标注行为公差之类的 现在是在3DP吗 整个这样一个工作流程呢 发生变化 原来的签审的人可能 哎打印一张图纸 review过签审了 现在可能他要到电脑上去review这个3DP MBD的model去签审 然后呢 还有来自不同干系人的意见 可能呢 你作为工程师觉得哎呀 这个我要有很长的学习曲线 增加了我的工作量 我不太支持 可能从那个工程经理的角度来说 哎 这东西会不会影响我现在的 你的是非会不会影响我现在 这个部门的工作效率啊 或者影响我现在手里的一些 相关产品项目的进度啊之类的啊 这都是非技术的 当然技术的呢 其实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内容 不完善的CAX系统 所谓的不完善CAX系统的话 基本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第一呢 你很难发现一个就是能完善的 meet企业标准要求的一个CAD系统 好 第二个呢是有限的互操作性 有限的互操作性的话 包含什么样的呢 就是举例来说 我们一个NBD模型在NX里做的 然后如果说我另一个部门是用CREO做生产做什么的 出制造工具之类的 那么你一旦导出来 基本上就等于把这个NBD模型已经回了 这就是有限的互操作性 基本上就是你很局限于CAX平台本身 然后呢 之后的标准和规则 这里说之后的标准和规则呢 基本上就是行业订出来的这种ASME标准呢 或者ISO标准 其实跟企业相比呢 它是有些之后的 它定义的是一些大家通常认识的共识 但是每个企业都有它自己的一些 对这些标准的选择和使用 甚至还有一些企业的标准 这些企业标准在不能Mapping到很好的Mapping到ASME或者ISO标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NBD 共识中有些东西可能会跟你的实践 在企业中的实践产生冲突 然后最后一点技术呢 就是CAD数据的本身的一个多样性和变化性 这是我们在NBD实际中可能遇到的阻力啊 接下来呢 然后对于这些所有的东西呢 我们就谈了 刚才呢 就谈了NBD的一些好那个概念 以及NBD可能遇到阻力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我们经常在教科书上看到的NBD 然后呢我这里用了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NBD呢理想很丰满 理想很丰满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一个话题毫无疑问是NBD 现实很骨感了啊 呃这里上面摆了两幅图 两幅图呢分别是代表的意义不同 当然这个也是从网上捷的图啊 偷懒的捷的图 基本上就是一幅呢代表的是NBD的标注 一幅代表的是那种2D Jolin 但是呢大家区分一下一个呢是 但是实际上呢还不是真正的Jolin 也没有这种彩色的Jolin给大家看的啊 然后呢通过比对呢我们可以发现呢 2D Jolin呢跟3D Model Based Enterprise 2D Jolin Based Enterprise和3D Model Based Enterprise 它的区别性在哪里 第一个呢从复杂度来讲呢 2D Jolin Based企业呢是简单的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基于纸质 Paper Based去做的 比如包含各种各样的那种对注啊 那个什么Note啊说明啊都可以用指质文章去做 但是对于3D的Model Based Enterprise呢 它是复杂的 它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基于3D Geometry 甚至到到了制造下游端的话 你要需要生产端 对它的很多设备进行升级 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车间中来来回回的都是图纸 或者图纸的那一本图纸的夹子 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你得 拿着电脑去 然后在检查方向呢 原来2D图纸的检查基本上是靠人 靠人Vitually检查 也就是人自己去看这个图去检查的 而在3D的Model Based Enterprise呢 基本上因为它的复杂性 基本上已经秉除了人去检查它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要靠软件来检查它的正确性啊 然后对于这个2D Jolin的解释和3D Model Based的 解释呢 基本上在2D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靠工程师的知识 生产制造下游人的知识去解释这幅图纸 但是对于3D的呢 基本上我们就 应赖于它去机器去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一点 所谓的应赖于机器去解释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MbD的模型 就是为了它在下游被得到使用 如果说我还是需要一个工程师去看这个3D模型去解释它的工艺的话 那MbD模型本身的意义就不太大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它的Translation Translation在2D的阶段呢 是基于图片去做这种翻译 但是对于3D PMI 3D MBD Model或者3D PMI Model 我讲3D MBD Model或者3D PMI Model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东西啊 都是同一个东西啊 那么这时候的时候呢 它的解释呢 不光光是Graphics Graphics 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个图片 以及几个体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Semantic 所谓Semantic呢 就是你在上面标的名义尺寸 各种各样的行为公差尺寸之类的 都要得到解释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下游的 对于你模型的使用呢 基本上在2D Drawing时代呢 它都要去重借你的数据 举个例来说 你一个注塑件 塑料件设计完了之后 你是2D Drawing给到人家 下面的要拆模具的那个 模具工程师 基本上他要根据你这个给的2D 去把它的 如果他用3D软件去拆模具啊 注塑模的话 他得根据你这个2D模型 把它3D恢复出来 再去拆模具 但是现在呢 你这3D模型直接 注塑件的3D模型 直接给下去呢 他就可以直接利用它 来拆模具了 这是重用 然后总的来讲 总结而言呢 就是对于2D的Drawing呢 我们是有很自由的 有很大的自由度来管控它 但是对于3D Model Based Enterprise呢 我们是高度约束的 基本上是我们人的因素呢 很少能控制的 好 好 好 然后呢 这一页PPD呢 其实我不想讲太多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给大家一起过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绝大多数这颗书上都会告诉你 MBD可以带来这么些的价值 唯一可靠的数据源 为什么呢 因为过往的时候 我们在工程制造 这各个环节中 有超过30%到40%的问题 是两地图纸描述不准确造成的 现在我们MBD描述准确了 不会有这个问题 会消灭它 真的假的吗 大家可以自己去斟酌啊 然后第二个呢 我可以统一 MBD模型呢 可以统一设计 制造 屏管 服务的对象 大家都基于这样一个模型 去进行沟通 然后呢 我们的检验软件呢 也可以直接从这个3D模型上 读取相应的 什么尺寸啊 公差 行为公差 来生成检验计划之类的 我们的制造软件呢 也可以根据这些 行为公差的要求 自动的对它进行一些工艺排布啊 之类的 这都很理想的啊 然后呢 它可以呢 让什么切实有效的缩短时间 这么说怎么事情 就很多时候 我们的工程师 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2D drawing啊之类的 然后现在这个取消了 我们呢 这个时间不需要了 而且呢 还有什么呢 就上下游沟通的时候 比如说 设计工程师跟 制造工程师在沟通的时候 它不再是 基于一个图纸去空间想象了 而是基于这个模型 沟通效率提高了 整个这个时间是缩短了 工程变更数量是减少了 呃 这也是理想啊 然后 那还有一个什么 提高了质量 更清晰的表达产品 提高了质量 啊 还有就是说 过往的时候 经常对下游 制简啊 还有那个 什么 制造人员呢 呃 过往要求读2D图子的时候 至少他对30图的识读有能力 现在呢 是3D PMI NBD模型给下去 基本上呢 就是不需要你有这个能力了 降低了对他们的技能要求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这种优势点啊 都是教科书上说的 能为企业带来价值 但是基本上目前来看呢 我是对这些所有的观点都是 持谨慎赞成的态度 谨慎赞成的态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看了这么多好处 总结而言就是一句话 NBD呢是什么 是整个我们这个制造工业的业界互换 是一定要搞的事情 那么其实呢 我现在想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张PPT 这是我自己从实践 三次实践中总结的啊 NBD现实是很骨感的 这个摆了两幅图片 两幅图片开玩笑的说句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经常就是 效果刘亦菲施工罗玉凤吧 就是你在效果想的时候 理想效果呢 是是个美女 刘亦菲实际上干出来的结果呢 能干个罗玉凤就不错了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讲我们这次主要要讲的内容中的干货部分 就是NBD部署实际中遇到的问题 我这里呢大概列出了我 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啊 第一个呢最明显的就是变革的阻力 你要把NBD的部署呢 看成是一种对工程部门制造部门 品管部门都是这变革 变革肯定会遇到阻力在哪里 第二个呢就是学习曲线非常长 第三个呢就是你在NBD是非的时候 你不能影响人家相关那个就是生产 就是产品部门的业务 要尽量或者尽量少的影响 第四点呢就是高层在哪 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 可能当时也没有很注重争取高层的一些支持 也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很多 最后来高层对于他的项目成功的评价标准 没有尽早的得到认可而遇到的问题啊 然后后面呢就是偏讨论的点 就是刚才前面NBD提到能缩短时间能提高质量 其实我想问的我想说的是真的能缩短时间吗 真的能提高质量吗 我觉得呢至少在试非你是不能的 然后呢因为这些呢我们做了一次又一次的试非 其实一个项目你试非三次以后的话 基本上在一个公司内部就很难再成功下去了 为什么因为跨部门的人也会有一些沟通 他们一听到你在别的部门试非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基本上他也就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跟你玩这事了 最后呢我想谈几点 一个是呢该选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NBD部署实施 成功 然后还有两点 关于PMIGDT标注是怎样简化 以及viewable或者说更直白的说3DPDF它的价值在哪 我们马上切到下一页PP就具体的就一个一个的问题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变革的阻力 变革阻力这里呢我下面摆的张图片是一个实要实不要啊 实要实不要就是从网上拿来这张图片 基本上对这实要和实不要我是呃现在的阶段来看的话是很赞同的 然后呢变革阻力呢第一点就是谁牵头 谁牵头就是谁来领导这种NBD项目 很多时候呢其要么是在组企业里要么是工程部门要么是IT部门去领导 其实无论是他或者是IT部门其实都不一定是合适的 最好是能成立一个这种最外门的项目团队去做这事 项目团队里面可能是IT的工程IT的人领头 也可能是这个我们的业务部门的就是具体的产品业务部门的那个技术工程师或者是项目经理来领头 这是第一个如果有了专门的项目团队呢做NBD呢相对而言大家在配合上会好很多啊 第二个呢就是说变革的时候呢因为NBD呢不可避免的你要涉及到下游 就算说你只在工程团做是非但是你下发的不再是图纸了 你下发给到生产部门的可能就是一个3DPDF这些东西 你一定要让下游呢尽早的介入进来而且特别要在试非阶段呢得到他们的配合 因为配接实实的说一个NBD真正的价值我现在看到的是在后端不是在前端 前端是时间增加的但是后端可以有效的节省时间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变革的阻力在哪里呢就是很多企业里的人呢屁股决定脑袋的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在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影响尽量多的人来参加这个NBD变更的项目呢是很困难的 那么怎么办怎么办找出最短的价值链 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在做NBD是非的项目过程中尽量in loop这种工程部 产品部门尽量少的人在这个环里面去做这件事不要是账目还没做把EHS的 把Compliance的把Socily的人全in loop进来了 那你这个事情基本上就很难做下去了 越少的人in loop在整个这样一个价值链中越容易做成功 当然这个价值链又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能把NBD所能带来的一些好处给体现出来 所以说是最短价值链然后呢还有一个点给大家建议就是要学习财务工作者多做悲观预期 是什么呀就是不要过度乐观一想哎这个东西我可以提完多了多了多了效率 动辄就给管理层汇报这样的一种信息让他们信息满满的给你做这些事情 这种是话是最机会的说的不好的话基本上你在是非很难兑现的 多做悲观预期啊然后呢还有第二点呢就是 去骨决定脑袋第二个解决的方法呢就是你尽量呢多拿出一些有评有据的事实来说话 而且即使影响这些不愿意还是不愿意或者说成为你主要你的变更的人即使影响他们 然后最后点人的习惯是真的很难改变的如果说可以不去不去改变这个人的习惯尽量不要常常去改变他 变革的阻力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评价这一个NBD项目的成功与否 基本上在企业里评价标准都是return of investment或者是value stream 这种各种各样的企业标准评价标准这些呢其实在我们看来做NBD项目的这些东西都是面子工程 在是非阶段基本上无论你算投入产出还是算什么你要算一个很漂亮的数字可以 但是你真正的去看这些数字的时候其实你会想通对你来说毫无价值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真正在NBD项目sponsor就是给你提供资金啊让你去做这种sponsor的人面前 真佛面前不说假话如果他真正能发起让你去做这事不要跟他说假话 避免呢就是用早期的变革数据来体现团队的效率就是因为早期的变革数据实际我们的结果呢就是说基本上是 就是跟两D标准比起来只会效率降低不会效率提升 然后很长很长的学习曲线是说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做NBD变革毫无疑问呢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对企业的3D建模规范发生变化 这里呢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一下啊 第一个我们过往的时候在画3D建模的时候从来不会考虑参考几何是怎么画的 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如果有一个零部件它两个面有这种对称度的要求 过往的时候我们经常怎么画就是画这个基于某一个端面画一个草头 一个拉伸过的动作完成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建模方式就把这个中间这个对称面给丢掉了 中间这个对称面给丢掉了那么比较好的时候如果3D PMI的这种建模或者NBD建模方式怎么建呢 首先你不应该去画这个草头你应该画的是建一个基准面 这个基准面摆在中间然后在这个中间基准面上去建它的草头 然后两侧对称拉伸 这样它建模出来本身呢它就是有一个跟PMI名义相关联的一个中性的这个面 这个面的价值在哪里它就可以成为你对称度的一个基准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变化 然后各类零件的画法呢也会发生变化 我或者说举个最简单的我看到的 原来我们那边是做一些接插件的 接插件的画法呢实际上 呃基本上来说都是比较小比较有一点点疫情 但是呢在过往的时候大家建模工程师各有各的套路 实际上总结到最后呢基本上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第一个呢你尽量是用草图加平面 平面拉伸的特征去做或者说这时候呢 基本上就要求最正确的做法就是你要求你的工程师 是要画一幅完整的草图 然后一次性拉伸成你的接插件的端子 对而不是说我先画个大概差不多 我再通过trim的一些一些几合体 或者substract的一些几合体来实现我的目的 因为这样你画的画法呢 它跟PMI的一些东西就不符 会为后端PMI标注呢带来很多困难 好吧然后同样呢还有装备上也有些会发生这些问题啊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更多 因为我能看到的也有限我所在的是一个零部件特征为典型的企业 所以说装配上的问题呢其实我们主要看到的就是说一些配合面啊的问题啊 特别是基准性的配合面就是我并不是基于这两个那种装配 过来举个最简单的孔轴装配吧 它实际上是孔的轴线跟那个轴的轴线的一个重合 当然这还是最简单的轴线的然后有基准面那种装配 有些时候经常我们就把基准面变成实体面上去判断 对称装配中的一些环节啊 然后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 其次需要学习的那种是什么 就是需要我们的工程师深入的学习GDT 实际上在企业中我们会发现一点 并不是每一个设计工程师都能很好的理解GDT的 就Geometry Dimension Tolerance 而且呢很多工程师呢在工作好多年以后 都是照顾录画瓢 他就一直这么做他也没想过这个合理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需要深入学习的 如果像NBG软件需要他去深入学习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企业呢 他有一些简化标准 这个最明显的是在汽车行业 当然我为什么会写到这一点呢 因为我实践的其中有一个部门呢 是为汽车行业做接插件的 然后看到的 汽车行业GPS标准是什么 只有对于行为公差只有两个 线轮廓度和面轮廓度 那么这时候的话 所有的那些其他的行为公差都不用了 全部用他来替代 这个东西你更加要深入的理解 他们之间的一个转换关系了 然后这些呢是要学习的 当然观光学习GDT本身还不够 还要把他的支持 跟你的产品去做一个Mapping 或者其实你最值得你 document 最值得你记录下来的一个实践经验啊 不好意思可能我经常会说一些 中文英文夹在一起的 但是我尽量用中文说 就是说是要把你的经验 跟你的那个产品呢 就是做一个最佳时间的总结 成为你企业的一些标准 这才是真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非GDT类的一个信息该怎么处理 这也是经常会设计工程师会问到的 我原来可能有工程变更的历史 我现在怎么在哪去记在哪去做 这都是设计部门需要学习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 非设计部门也有很长的学习曲线 比如设备升级了 他原来是用纸看看图纸就可以了 下游的被设计的部门啊 然后原来可能的话 下游的话 人看看图纸 机家工程师看看平面图也可以的 现在呢他需要 用电脑用平板来看这些东西 然后呢还有一个 我们需要评估这些部门的组织的人员成熟度 问题啊 所谓的这些组织部门的人员成熟度呢 就是他们呢对于这个NVD模型 认识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不会操作 至少呢要让他们学习会识读NVD模型 而且要让他们穷呢 发生一些转变是什么转变呢 就是从两地图纸展开工作 转向呢像 3D的NVD模型展开工作 这样一个转变要帮助他们去做 因为你不帮助实际上 可能也就会体现不出NVD的价值了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对于我们实施团队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发生问题 你就要很快的去给出响应 或者是给出解决方案 或者是给出绕过他的一些办法 任何企业呢都是会那个有自己的业务部门的 我们NVD呢是非毫无疑问的 是要在这些设计部门制造部门的具体的部门中 业务部门中进行的 然后呢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一定要考虑到 既然是试运行不能影响别人的一个问题 不能影响人家就是这种业务部门的具体业务的问题 那么就要考虑呢 尽量少的增加他们的工作 或者是不增加 那是最理想的 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说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少 那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得到的就是说 这种业务部门呢 他们也能 他们的管理层也能认可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能派出专门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在业务门去实施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选尽量小的项目去做 因为有一些大的项目的话 可能是你NBD是非是cover不了的 太多的东西cover不了 而且这个项目还有个特点要重要性低 不能说这个项目是小 但是它紧急程度很高 你去用NBD的业务流程 来替代原来的Drolling的 这种业务流程的话 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然后在时间问题的考虑啊 就是为什么要考虑这样的时间问题呢 因为既然是非 基本上你为了不影响它的业务 就是说不可能把它现在基于图纸的工作流程 全部取消掉 那么呢就会你面临的选择就是一 是一套图纸的过往的工作流程是继续走还是 不走只走NBD的流程 这时候基本上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呢 最好不要把原来的传统流程直接砍掉不走了 而是呢去尽量多的看看有没有哪些点可以重合 把两条不同的流程中可以重复的工作 尽量合并在一起做 而不重复的工作尽量分开做 那比如说吧就是生成两地图纸这件事情 很多现在NBD的那个软件就CAD软件 它已经提供基于NBD模型或者3D PMI的标注 生成这种两地桌里 那这时候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可以尽早的把这个的知识 push到工程team那边 他们在后面出图纸这个时间就可以省下来 相对而言的话对你来讲就是 做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容易一点 如果他还要在手工随道图纸 他可能就觉得很痛苦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要给这个整个NBD这个流程呢 也有一定的适度的一个弹性 遇到问题呢无非是解决问题或者绕开问题 其实解决问题也必须是快速解决问题 绕开问题的话就是尽早的不要去观察 将我们遇到的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一个 其余粗糙度的这样一个问题 原来图纸然后标其余粗糙度 但是到NBD模型中 我不能把所有没标粗糙度面全标一遍吧 后来怎么办呢算了我们现在就不管他 我们就默认到下游制造的生产端的时候 告诉制造工程师区域面塑造出多少 虽然这个没必要但是我们暂时先绕开他 然后下面一谈的这个问题呢是我觉得呢 其实我自己做的也最不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高层的支持在哪啊 其实从我现在的失败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要跟高层之间明确一个项目的范围 项目范围的话或者说更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做多少 对哪几个产品去进行试运行这样一个 试运行在哪几个部门 比如说是只在工程部门内部还是会involve的啊 评管involve的生产去做啊 这个达成一致是范围上达成一致 然后呢你也要适当考虑这种人家让你做是非 从管理者他想得到什么 就是他想得到的呢 呃如果说是直接效率节省啊 时间提升这种啊 呃可以告诉他 是会有 但是呢不一定在是非中能体出体现出来 我们从mbd是非中呢能得出的是什么 是经验是教训是教训啊 所以说呢这就是要跟他们明确是非端的一个评价标准 基本上评价标准呢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时间效率这些作为一个因素去考虑 但是是必须剔除了一些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浪费的时间去去评价 然后最好的原则呢就是说我们不去评价这个时间效率 而是说看他在下游的一些价值 啊 然后呢最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让他们出钱出人出时间啊 出资金 然后呢还有最如果做的更好的一层就是能让他们来帮忙在 他们的工程team内部或者是去做这种mbd的宣传 那是最好最好的 好呃接下来讲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真的能做短时间吗 我自己的经验呢是以试非数据来评估 基本上是不会缩短时间的 而且mbd的流程呢会是现行的图纸流程的时间的两倍 甚至更多 好这里呢我想讲具体一点了 我想讲对我的那个三次的试非经历做一个讲解啊 第一次呢是在一个消费类电子部门去做试非的消费类电子部门呢有一个特点 就他的产品生命周期都特别短普遍不超过12个月 有的消费电子类的生命周期呢只有8个月 那么他对呢产品设计时间就有很苛刻的要求 基本上要求的话就是设计工程师在15天之内就要拿出产品设计 呃目前来说的话很多工程师在传统的这种图纸的两地图纸的这种方式下 15天他是能拿得出来的但是切换到3D的这种NBD模型的这种设计流程上来说 我们我们自己亲身经历是他花了一个半月拿出一个勉强能用的啊好 这是第一次的试非然后第三次的试非呢是在一个工业连接器部门 工业连接器部门呢跟消费电子不一样工业连接器部门呢 基本上他的产品生命周期是在两年左右两年左右 也就是说这一个产品基本上两年在市场上不会发生大的变跟变形 然后后期呢会有有新品 而且工业连接器还有一个特点是吗 他是家族化所谓的家族化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工业连接器可能是4帧的换到下一个可能就是6帧的 就他有很大的一层线只是多加了两个 那他换到另一个可能是8个的 再换到可能16个的32个的就是这样 所以说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他们那边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工程师会用一张图纸来表征一个系列的产品 就是这一张图纸呢代表了可能继续这一个4个的 又是那个6个的又是那个8个的 好了 这一次呢我们在设计时间上倒是没有跟他相差太大 因为基本上这样一个两年生命就是产品 他的设计时间呢他们可以放充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 然后我们在NBD上做呢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 就跟他差不多是1比1的 1比1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来在哪里呢 刚才我提到了 他的图纸呢是一张图纸cover很多个产品 加足系列化 他原来工程师只要一张图纸release 他这个系列的东西都完都相当于完成了 现在呢因为我们NBD是精确模型 你4个的就得是4个 画4个 6个就得画6个 8个就得画8个 然后呢 他们后来评估了一下 最后来也不愿意做的原因是什么 觉得我们的NBD现行的东西啊 不能很好的cover他这种家族零件系列化的东西 然后呢觉得整个的时间呢并不能帮助 如果说按照一个家族来说的话 他们评估的时间就觉得NBD的时间至少是 现在的他们两地图纸时间的一倍半以上 当然这还是给面子的一个评估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一个家族有个8个零件的话 基本上两倍成就更多 然后呢唯一一次呢是在就是在汽车电子部门 这一次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 汽车电子部门的产品生命周期呢特别长 一个汽车上的电子零部件呢 基本上生命周期是在8到10年 所以他们能接受的这个产品的设计时间周期呢 也是特别长 然后我们基本上在这一次呢 就做到了一点 就是设计时间跟它的时间差不多 没什么影响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更多的事情 更多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NBD模型跟后端的 质量部门连接起来了 过往的时候大家知道 车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连接器 看上去不大好有多少个尺寸啊 多的时候有3000个 一个连接器有3000个尺寸 过往的时候 他们的品管部门在拿到 这个设计部门给的图纸的时候 经常是要花一个小姑娘 这种品管部门的小姑娘 要干什么事 干这样一件事 就是把图纸拿开 拿着荧光笔 一个个的在上面 把尺寸 检测的尺寸 在品管的尺寸标出来 标出来以后 一个个敲到Excel里面去 如果说这个零件是手键简 就是要确保这一片上面都好好的 那个手键简的话 基本上他这个小姑娘可能要花两天 两三天把这3000个尺寸 从图纸上一个一个的抠出来 而且还不能保定不出错 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小的插件 插在这个CREO里面 CREO里面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只要运行这个插件 他就会自动的把所有的NBD 上标注的PMI尺寸 自动导出生成一个 Excel报表的这种质量品管计划 这个质量品管计划呢 对QIP呢目前来说是多了 但对于手键简来讲 基本上原来小姑娘要花3000干的事情 现在可能就点一下这一个插件15分钟 甚至15分钟5分钟就搞定了 而且基本上不出错 因为毕竟是程序保证的 计算机保证的质量 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现在跟大家讲了一下 就是说我们三次经历以及时间节省上 我可以告诉大家呢 我的经历是不能节省时间 特别在工程端本身 但是它能节省的是在哪里 在下游 在下游啊 然后呢 实际上呢 我们总结这些觉得时间不能节省的 时间浪费 会发现有几点哈 第一个呢 就是NBD 建模本身这种 因为不熟悉 不得已发生的 反攻啊 这些时间的浪费上 第二个呢 再就是与下游沟通 发生的额外时间 因为原来是图纸沟通 现在是这个沟通 发生的额外时间 第三个呢 就是实践变化产生的额外时间 第四个 所谓简单事情 复杂化所增加的时间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发放NBD的模型的时候 下游的话 对它的设备也发生了变更 那么这时候的话 要求的就是 它要采购什么电脑什么的 本来它很简单的事情 它要采购 一些采购流程进来了 本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复杂化了 时间增加了 当然还有一个时间就是 拒绝变化 人所意想出来的额外的时间 所以真的来讲 就是在试费阶段 你是不适合把这个时间 做一个评估标准来看的 然后再下面一张是真的能提高质量吗 基本上来说 这个我也是觉得 NBD呢 它本身只是一个标准 并不能真正的提高质量 而且一个产品的质量 真的不是说靠NBD就能保证的 啊 所以说呢 它能保证的就是大家在设计啊 制造屏管服务端 看到东西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几点 一个呢不要过分的放大 NBD呢提高质量 这样一个概念 或者说质量是设计出来的 这样一个概念 而且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过分的放大呢 质量设计出来的 对后面的下游的 生产和屏管端 其实他们是 不会愿意很配合你的 因为他觉得既然你都可以干掉好 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也不需要有我什么事情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所以说它能带来的好事呢 就是说第一个呢 大家看到的是同一模型 第二个呢大家可以围绕这个东西呢 去进行沟通 然后沟通的质量会有所提升 然后一次一次的试飞 刚才我已经大概讲了一下 我那三次试飞的一个简单的经历哈 但是实际的结果就是呢 我唯一的一个第二次试飞 算是一个相对成功而言一点的试飞啊 嗯当然这些一次次试飞呢 其实总结而言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很多啊 然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我们有时候呢 一个呢对它的评价标准呢不客观 二一个呢 过多的时候拿NBD的教科书上的调调框框 来约束了这些东西 好 选什么样的标准 基本上从这一点来说的话 我想讲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呢 标准上呢 第一个要最关注的就是企业自身多年沉定下来的企业标准 因为无论是ESME标准还是ISO标准还是NSO标准 其实都不比你在具体企业中自身沉定下来的标准来的限制可用 因为这就要求一点就是说首先呢你要熟悉自己的企业标准以后呢 要跟它的行业ESME标准去做一些比对 尽量呢把它的共同部分拎出来 然后呢把它冲突部分去看 是不是能绕开这些冲突 如果说不是根源性的那种冲突的话 能绕开就绕开 除非是根源性的冲突 必须要遵循MBD去做一些变革的 你必须要去变 只要不是根源性的都可以绕开啊 否则的话你在企业中 你完全套ESME的那一套或者是套 GPS那套东西 你是没法做下去的 然后呢就是再一个就是说 找到了这样一个可行的标准以后呢 立马去实践 实践过程中如果有一些 相应的新的东西出现冲突出现 对它做一些适当的加加检减 形成你自己企业最佳时间的一些标准 才是真正有用的 嗯 然后再就是一个PMI和GTT标注的概念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 基本上我们从早期我们的时间经验来说 是建议呢 从2D像3D这个标注转换过程中呢 第一不要过早的去做简化这样一样 一件事情 不要过早去讲话 因为很多人会说 哎我3DCD模型基本的 这个模型件的正确的 它的基本的长宽高这些尺寸都有了 它的直径都有了 我干嘛还要标 我就不需要标了 只要它没有公差 它是自由公差 我就不要标了 其实这不好 哪怕就是它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参考尺寸 没有什么公差什么之类的 该标的还是 照你原来两地试图的标上去 会有好处 就是在早期的段 然后呢再就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有一些 刚才讲到建模上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可能建模的方式 要发生一些变化 但在这时候呢 相应的标注呢也要跟它做一个匹配的变化 变更 还有就是我要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中有一次呢 在做这个NBD部署的时候呢 接受到了一款软件的推荐 CREO的一款软件 但是具体名字我不太方便说啊 大家可以去查一个 叫Advise GDT Advisor 大家请忽略这个软件名字啊 然后呢它号称呢是什么呢 就是功能很强 基本上你用了我这样一个NBD的工具 或者GDT的工具 你在你3D模型上标注的PMI尺寸 就会全对不会出错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实际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说这类东西呢 它能做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的一些标注啊 比如说原来你标注的一些PMI尺寸 可能不在那个正式的方向 或者不在前视的方向 这些它可以做得好 但实际的支持性内容它并不能做到 而且呢 如果说你用了这种工具的时候呢 特别是过度于依赖于这种工具的时候 基本上你在NBD真正执行中已经 估计就是很困难了 相反的话我觉得呢 就更应该关注的呢 就是我们这种 基于NBD的PMI为下游带来的价值 可以去做价值链的分析 然后再讲一点点就是这个3D PDF viewable 有没有用 3D viewable这个发放呢 我们经验是我的经验是什么呢 这个价值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为什么呢 很简单 3D PDF呢 它是免费的 好像是不收钱 这点是大家都一直认可的 但是你把这个3D PDF 你发放给下游的制造部门以后 对于制造部门 有几种类型啊 一种如果它是基加部门 它拿着你的3D PDF没有模型 它怎么去编程 怎么是出NC程序 还是得要3D模型 对不对啊 呃成的摆设 在制点部门 它拿着你的3D PDF 它能自动生成 就是那种测量程序吗 不能 而且它还没有看普通两地图纸块 所以说它也成了摆设 在它那里成了摆设 当然呢 有一种情况下 这个3D PDF是有价值的 那就是在我看到的那个 在手工拉线的生产 我不知道大家对手工拉线 有没有理解啊 就是说找了一圈人 每个人一个工作台 去生产一个零件的时候 这时候3D PDF 价值是有价值的 就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呢 对于它的装配啊什么的 就会很明确 而且立体 立体感很强 装配的时候指导性很强 然后呢 真正呢 我看到的就是相反的 很多这种NBD 原数据模型 比如你在CREO 或者NX里做的这种 NBD的原数据模型 却被放在角落里不用 实际上这些模型呢 因为它的功能性 可以在后端得到切实的使用 后面的话 我可能会在最后阶段 给大家放两段小视频 看一看就是NBD 在后端的应用 就是基于特征的 加工和基于特征的 呃 检验啊 FBM和FBI FBM就是Feature Based Machining FBI就是Feature Based Inspection 然后呢 3GPDF发放呢 对于销售端展示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呢 很多企业 我们企业实践经历是什么呢 那销售端那边呢 又对产品有一些保密要求 它要做些处理 这时候就要回到你的原CAD数据 要去做一些 简化处理 然后再生成3GPDF给它 然后呢 这里产生额外的工作量 到底对你有没有价值 你就要自己看了 没有法给一个准确的标准 这里呢 我想提两种 就是中性CAD格式的 这个包含PMI的信息的那种 一种是STP203 214 一种是阶级 STP203和204呢 是一个相当于行业标准 阶级呢 相当于新闻词习的标准 这两种标准 大家去看它的文档 都会看到 它大面积的推送说 哎 我们支持这种 就是叫做什么 PMI的导入导出 但是实际中 我们我自己的亲身实践经验 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遇到过情况 就是CREO做设计 想在NX上做加工的这种情况 然后实际情况就是什么呢 实际情况就是 他们这种尺寸 一个都不能进行交互 就是你把CREO中的模型中 PMI模型 导成了STP203 214包含PMI尺寸的东西 再导回到NX里面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尺寸都变成 PMI尺寸都变成了普通的线 箭头和那个尺寸的话 可能变成了Note 因为公差就直接是线和数字 一点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一点其实基本上总结 就是跨CAD的NBD企业构建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因而呢 最好的一种NBD pilot的环境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工程部门 跟你的制造部门 是用统一的一个CAD平台去做的 然后下面讲一下NBD的 带来的价值体现 因为我们 第一个看一下在生产端 生产端的话 其实我这里看到的呢 就是NBM NBM的话 在批量零度级限制造行业呢 因为主要的工艺 为住宿和冲压 基本上来讲的话 你这个NBD模型给到他的话 他对他来说 本身在生产环境中是没有什么太价值 但是他对他的工具设计 是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过往的时候呢 如果是给的两地图纸呢 他需要把两地图纸复原成3D模型 然后做适当的简化 去设计他的助速模 或者冲压模 相反呢 如果说现在呢 他就可以根据你精确给的NBD模型 去做模具设计了 价值很有限 但是其实也有一个现状情况是什么 很多企业呢 只做产品设计 把模具呢 外发给别人去做 在外发给别人做的过程中呢 基本上就 NBD呢 本身价值又不大了 最后来这些企业 还是像你所要原始的那种 3D CED模型 或者是两地图纸 然后在技嘉行业呢 我觉得他价值很大的 我这里可以给大家 最后看吧 给大家最后看一下 一个关于用NBD模型 去做加工的一个例子 啊 在屏管端呢 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了 我们做过 呃 去NBD模型的速度化质量检验程 程序 就是Digital Quality Inspection Program 怎么解释呢 这件事情是这样解释的 过往的时候 在零部件制造行业呢 有两种品质管理的任务 一种是呢 手键检查 一种是询解 手键检查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产品第一膜打出来 或者是第一膜注出来 需要对他的所有的尺寸进行一次检测 来验证哎 我的工具啊 我的设计啊 都是合理的 那这时候的话 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光光为这个手锏 你要准备的计划什么的时间 就特别多 但是一旦成为NBD模型的话 如果这个零件是放在三座标 或者OGP上捡的时候 他就可以基于NBD PMI这些信息 自动的话的去生成一些 这个三座标的测量程序 OGP的测量程序 喂给他们 这个所能节省的时间 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比如举个例子 你有一个三千个带测尺寸的零件要测 你在光纤显位上测 过往的时候 你要编三千个尺寸测量的 带测尺寸的程序 基本上带测对象的话 至少是六千个 甚至以上的 很痛苦的 那么 现在的话 其实你可能只需要一键click 就会自动生成这种程序 然后只要对程序适当的加以程序头 程序尾的修改 定一个参考标记 就可以取冲了 这种提升是非常那个的 大家也可以看 参看一下这里 我们提到的一个软件MetroIn 当然这里我还想给大家 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做的一个东西 这样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网站实际上就是 相当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就是把NVD的价值 在屏管端进行一个发掘挖线 发掘 然后最后就是实现了 是自动化的一个检验结果 然后在销售端呢 其实它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不多 但是我自己能理解的就是说 它的体验会更加直观 从2D转向3D 如果说将来的话 我们再能复以一些VR和AR的技术 让销售体验是彻底的 发生一些变更 过往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的 只是图纸 现在我们能看到3D模型 加上VR AR 可能我们能看到虚拟 现实或者增强虚拟现实中 真正的实体 在服务端的话 它所能带来的变革 可能就是我们的服务 不再是厚厚的那种服务指南 而可能是更加直观的一个 NVD模型上展示的服务 就是我们的服务工程师 可能就更容易 从这个Viewerboard上 根据对应的东西 去做我们的产品进行维护之类的 工程他本身呢 来说说实话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觉得真的他没有太多 可带来的价值 而且时间上的话 长远来讲 我相信一定会是 比现在Joling会短 但就这阶段而言 我觉得从组织的成熟度 以及我们人员工程师的 那个能力来讲 是不会太多的 然后最后的话 我其实呢 就是关于NVD的一个思考 我觉得每个企业都有特性 因为我的经历呢 是在零部件制造行业的 我看到的呢 基本上就是说 NVD的模型在 呃本身的这个工程端呢 所带来的价值呢 是有限的 但是他在后端 呃平管和制造 会带来很大的价值 然后装备行业呢 其实因为我有去跟 那个一些在 就是透平级行业的一些 大装备行业的同事 同行去了解过 他们呢 其实也告诉过我一些内容 但是我也不太清楚 呃我也不太敢讲一定对好 就是他们觉得呢 NVD最好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给他们做数字双胞胎 带来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一一对一的一种可能性 呃 我觉得呢 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呢 还有一个是怎样将那个价值链的后端呢 在NVD这个实施中包含在内 以及怎样获得高层的一个支持啊 呃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 因为请大家理解我这些例子呢 不是那个我在产品上做的例子 只是一个为了演示去做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关于PMI在测量中的一个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型上是有一些基准的 因为我当时为了做这个例子 就做的特别简单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我们可以往前回回退一点点看一下 哎卡住了 这是一个PMI模型 现在的话可能我们就是希望把它直接用来生成我们的测量坐标器的一些就是检验的一些程序啊 当然我也要承认一点啊 就NX在这方面做的其实并不足 实际上我们是用它来做一些三座标的 但是光学显微镜的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后面定制做的了 讲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大家一点NBD在后段的价值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很快的一键生成的话 你看Link PMI在这个界面我暂停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Link PMI的界面 就是把所有的PMI尺寸全Link过来自动的创建我的测量程序 哎 搞错了 诶 重新打开了是不是刚才那个是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啊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 Link PMI一点 它自动的一键的生成了所有的代测程序 包括测头选择都已经给你弄好了 这是PMI所能带来的价值 这时候我们只要对它进行适当的一个修准 修准就可以了 当然我要强调的一点这个这里这个例子呢 只是讲 基于PMI为后端评管带来的价值的一个例子啊 并不是说大家就都得这么做 时间的方法多种多样 然后面我们可以大概跑一下这个程序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测量的一个路径 过往的时候你需要人手工去对这些PMI尺寸一个个识别去做啊 好这个例子过了以后我可以给大家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当然也不是实际产品的啊 大家请不要把它当成时间 然后这样一个例子呢 其实强调的区别就在于一个面呢 是有PMI的粗糙度的 另一个面是没有 他们最后来呢 生成出来的加工程序呢 制造程序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PMI体现价值的地方 就是对于这个面呢 它会多一道加工程序 把这个底面清得更干净 对于这个面是没有的 有点慢 有点慢 怎么这么慢的了 没到还没到 还在基于特征的钻孔阶段 还在基于特征的钻孔阶段 那边还没走 那边还没走 哦 在这里是的啊 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刀的对不对 好 在我们这个平面粗糙度的时候 它有两刀 分别是一刀起轮廓 一刀清底 而这边呢 只有这一刀 现在我们来一个看一下啊 这是一刀的 这个是一刀 那个再加一刀清底 这边呢 反面这边呢 就只有一刀了 而这边呢 对面的没有标 就是三点二粗糙度的地方 就只有一刀了 所以这就是MPMI价值的体现 大家的问题 我在里面筛选了几个 可能需要记 记总来回答一下 嗯就是第一个是主流三维软件 在应用MPD时的优缺点 在应用MPD时的优缺点有哪些 主流的三维MPD用应用优缺点 其实我这里可能只能就三个软件 给出一些答案啊 第一个是NX 第二个是CREO 第三个是Solidworks 目前来说呢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 无论是CREO还是Solidworks 相对而言呢 做的比较严谨 就是CREO和Solidworks的MPD做的严谨 NX呢 MPD做的相对而言不够严谨 就是说它很多的东西呢 看上去好像比CREO和Solidworks好学 但实际上呢 很难真正做精 就是如果说一个企业最早上MPD的话 可能我还真的相对而言比较建议 从CREO的MPD开始 因为它真的做的很严谨 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嗯国内有应用MPD比较成功的企业吗 嗯我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很难回答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呢 是我自己在某企业的工作经历 然后呢我知道的呢 目前来说我如果说国内的话 我真的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的呢 在国际上呢 有企业是有成功应用的 最典型的呢 可能大家都也作为业界的人 可能都清楚的 就是通用电器的power部门 和通用电器的 呃 Aviation部门 他们基本上都在 用MPD在走整个工作流程 嗯 是这样 能输出带有PIM信息的数据吗 对的 STP242 啊 标准是能输出带有PMI信息的 但是这些PMI信息的这种数据呢 呃你可以通过STP Viewer去看到 但它的根源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即使是举个例子啊 你在NX里面用PMI标注好了 然后导出成242标准的数据 然后回头来你再把它导回到NX里面 这些PMI数据都已经变成了普通的线和那个文字了 就是说你的那个尺寸线啊什么的 你的行为共产那个轮廓 呃外面那个框架那些线啊 都已经变成线了 它不再是我们对MPD理解 那是所谓的 Semantic Geometry Tolerance和Dimension了 就不再是明义尺寸和明义那个了 这就是它我觉得跨CAE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还是知道了